總統想請教 雙子星這個案子要怎麼解決 難道要請柯市長到你家學嗎 那至於個案 總統是不會去干預的 這件事情你找總統是沒什麼任務的 你請今天請柯市長專心市政 那他剛剛在受訪的時候 提到雙子星這個案子 他有點情緒的講說 難道要到你的官邸去談你才願意嗎 總統想請教 雙子星這個案子要怎麼解決 難道要請柯市長到你家學嗎 總統的責任就是要讓我們國家的制度 有一個好的制度 有好的我們執政的團隊來執行 那至於個案 總統是不會去干預的 那我們在投資的事情上面 國家本來就有一套完整的制度 還有各層級應該負責的這個政務的人員 來做成這個決策 那這件事情你找總統是沒什麼任務的 還有什麼問題嗎 政府怎麼